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在文化局和鐵勒心共營團隊協力之下 歷史兩個多月封館16號下午重新開幕 規劃了一館舊處長室為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設展 包含了花蓮好市集等主題市集共襄盛舉 加上花生客廳、鐵道電影院還有定時導覽活動 期盼可以活化鐵道園區成為融合歷史、人文的花蓮藝文新亮點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舊處長室的長設展 多年來帶給民眾許多豐富有趣的鐵道知識 在花蓮線文化局主辦鐵勒心共營團隊協力下 歷史兩個多月的風管幻展重新規劃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長設展 16日重新開幕以市集音樂表演和走讀導覽 熱鬧迎接民眾 因為以前我們總是想用靜態去保存 但是這樣沒有辦法激起很多年輕世代的共鳴 因為老一輩的人總是會懷舊 大概只有老一輩的人會過來的人來看 但現在呢不太一樣了 有音樂有電影 我想經過這樣的一個軟體 當然可以吸引更多不同世代的這個族群來參與 我覺得這個對於文物保存在活化在利用 都是有一個正面積極的一個注意 在去年修復之後開始從去年來委外 而落入去從我們的電影院再到花神客廳 再到我們的書院在二樓 我想在這裡承載非常非常多的 不論是前輩 或者是我們台鐵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鄉親 很多很多的感情 或許現在也都排在這個進行中 畢竟它是一個老園區 而現在的台鐵在書院上都是我們生活中的日潮 而都是在使用當中 所以不只是一個歷史街舞 而是一個活的文物館 甚至是我們可以在其中 然後代代傳承 今天其實是一個小時的開幕 但我們就是把它變成了12個小時的系列活動 因為共和平團隊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希望別人覺得好玩 之前我們要自己覺得好玩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進來 除了透過這樣一個年代表 然後包括有聲音的方式來聽花蓮的老故事 然後現場看到整個園區周邊的模型 還有過去園區辦公室的一個還原 都是希望至少你走進這個展場 再離開的時候 你有得到一點點就是 知道我們以前花蓮人跟這條鐵路之間的關係 是這麼的深刻 包含花蓮好市集 鐵的新愛妮市集 街區走讀和電視導覽以及花生客廳鐵道電影院等活動 從白天到夜晚 期盼讓鐵道園區不管是在影視音 展覽文創和園區日常 藉重民間組織與在地能量參與 活化歷史建物也融入當代一文能量 重新注入更多活力 邀請民眾走過東大門夜市 也不忘走進鐵道園區 漫步在鐵軌的記憶裡 藉著長幫眼華蓮詩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